小培姐 因为一个男演员演戏演完了 然后恋爱课就毕业了 这个真的是人生最大的一个收获 我每天跟天哥说微信转账吧 微信转账吧 今天交了多少微信转账好不好 好 那我们刚才的话题是 留在这个杨毕跟软晶天的身上 其实从他们两个人聊天 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剧组 彼此之间相处很融洽 而且有很多幕后的故事 今天说过了 一定是带大家到台前幕后 我们也准备了一些道具 要请今天在台上的所有的演员 一起来参加 来 各位来看一下 我们会给各位准备了一个通关文碟 那我们这个通关文碟呢 好 对 摆在这边好了 白钱 没关系 三个通关文碟都摆到我这边好吗 谢谢 都摆到我这里来 对 他没电了 也是充一下电 那个朋友圈 他先 好 没问题 其实 好 其实一个和谐相处的剧组的 一个最重要的标志 就是看这个剧组 有没有大家的朋友圈 我们今天设置的是 刚才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了 就是这个剧当中的一个特别用CG制作的 很可爱的人物 元宝 我们看到的是元宝大人的朋友圈 我们的规则是这样的 元宝大人泄露的哪个消息 这个消息对应谁 这一位就要出列 拿着我们的这个朋友圈的这个框 给大家拍一张照片 然后其他的人就要到这边来 我们这里有这个表情包 然后和评论条 你可以挑一个和这个相关 你认为可以表达你的心声的 我们的评论条拿在手中 然后我们就开始给大家爆料 OK 好吗 好 明白意思了 我们可以其实玩一轮就知道了 比如说这个朋友圈 元宝大人说 今天是扶摇起飞的第666次 很顺 那现在这样讲扶摇的话 应该拍照的一定是杨幂 对 来杨幂 你好 我是 我来帮你拿话筒 可以吗 对 Yes 起飞啊 起飞的第666次 666很顺 好 谢谢 谢谢杨幂 那接下来除了杨幂之外 我们在台上的其他各位 就可以到 这边来 我把他推得近一点 离各位近一点 大家不用走得很远 来 工作人员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推得近一些 好 Yes 这个先不动 先不动 好 各位 可以来挑一个 属于你们的评论条 你觉得 起飞这件事情 你想怎么评论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情的表达 你就可以来拿这个 可以吗 我也可以吗 你 OK 你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也想说的话 可以试一下 起飞那个没有咱们那个 对 我没有说过 来 是只有我一个人拿什么 都可以拿 可以拿下来 完全可以拿下来 对对对 都可以拿下来 你吃瓜 你本来就吃瓜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每个人手中拿的评论条 杨米也拿了吗 举手 你的意思就是 这是飞了吗 拜拜 这就是飞了的意思 OK 好 那当然扶摇 在这个剧中 杨米现在你自己有没有算过 到现在为止拍戏 那么多次 因为一直在吊威牙 对 然后就 所以这部戏 飞来飞去很多 嗯 对 然后很高级 很高级是吧 自己有没有算过 比如说每拍 每天就飞个两三次吧就还好 是吗 每天飞个两三次 每天飞个两三次 好 那阮晶天小天拿的是 叫老司机一起飞 我帮杨米拿的 你帮杨米拿的 我还以为是你 你帮杨米拿的 没有 给他评论评论 给他评论一下 你觉得他飞 威牙很在行吗 很厉害啊 你别看他揉揉揉 他每次财哥要把他吊起来 他说当然我不会 然后玩了之后 但飞得特别好 OK 那你评价一下 你看你自己呢 我还挺飞的 你还挺飞的 是什么意思 冷场了 没事 天哥很帅 很好 哈哈哈哈 好 再补逼了 可是我刚刚看了一下 静松老师和我们 还有一位 我们的这一位 大家看到没有 他们两位啊 选的特别有意思 静松老师 这个是加油的意思吗 加油 为什么是加油 因为我拍摄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我默默地给大家加油 您飞了吗 我没飞 我估计我要拎上去的话 会掉下来好多零件 掉零件 对 您到现在为止一次都没飞过 从来没被挂过 从来没被挂过 从来没有 那我估计刘一军老师挑这个 刘老师也是从来没被挂过 对 在这个戏里面没有 我是主要是骑马 我是国公嘛 我是陆军 他们俩是空军 他们在天上飞 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们空军跟陆军是这么分的 你们不应该是骑兵吗 对啊 也是陆地上的嘛 也是陆地上的 海陆空都有 但是其实我知道 那个吊威亚 有吊威亚的 很难受的地方 骑马骑 骑久了以后 其实也很难受 那个骑马 应该是有 有一定的技巧的 因为我当年在内蒙拍了一个戏 然后在那儿学会的骑马 蒙古人的马鞍子 他的马鞍子特别窄 他不是坐上去的 他是把半条腿搭上去 搭上去 大腿搭上去 如果累的话 然后他把一个重心 放到一个马凳上 踩着 然后这个腿搭着 然后过了一会儿 可以再换一下 他那马上可以休息 一看就是 就是相当有经验的老骑手 老骑手 那您这个 老 不是 不能说老司机 必须得说老骑手 那王老师说 他要是被吊上去 就会吊零件下来 那您觉得 您要是被吊上去 会出现什么状况 我觉得就会 会把他的零件都接住 接住你的零件 刘老师还是应该多吊一吊 他是肯定比我行 两位其实演技是非常的了得 我们也是非常喜欢 但是我自己 因为我也吊过 在其他的节目里 现在主持人有的时候出场也要吊薇亚 我吊过薇亚 我自己目测 在这个剧里面 这个吊薇亚的师傅最不喜欢的 应该是高维光 为什么 太高了你知道吧 所以不用吊薇亚是不是 不是 太高的话 把你瞪上去 你看瞪杨幂一个高度 和把你瞪到杨幂同样的高度 他们花的力气不一样 好像有一些道理 你有飞吗 但我就这样等 他就得一堆人 一堆人在后面扯 那那个伟光吊薇亚的次数多吗 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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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都吊不起来嘛 谁们都吊不起来 武术组嘛 武术组 平常是三个人就把我们蜜姐吊起来了嘛 我可能需要六个人 你需要六个人 那我觉得武术组 如果真的是这样 武术组对于伟光来讲 就是他们会期待着说 导演其实少让伟光调一点薇亚 对 所以才哥他基本上 把我调薇亚的戏都删掉了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 也许还有一个演员 也不是很喜欢你 不要再说了 再说下去 好像大家是不是都不喜欢我了 没有 我只是说这个演员 他觉得他在跟你搭戏的时候 比较累一点 是谁 你猜啊 赖意 没有 不是 为什么你猜赖意 赖意 因为赖意是明星啊 这个是只有你们听得懂的话了 对 其实我们经常开玩笑 不是赖意 在你那边 我应该知道应该是亚兰猪嘛 亚兰猪 对 这个不能 这个中间不能这样断句 对 但是在剧中我经常叫他那个 也不是经常叫了 叫什么 猪猪猪猪 没有那么多了 好多支猪 我们非常谢谢王静松老师 换了个位置 这样就可以看得出 大家可以猜一下 为什么 要不把高人鞋也脱了 你们两个人在剧中是一对恋人吗 这是剧透 谁不知道啊 是啦 是会有 是 那 跟他 亚兰跟他拍戏累吗 说实话 脖子累 好好说 不累 挺好的 开心吗 开开心 对 爸 对 其实你也应该分一点搞仇给伟光的 就是 这个可以有的 其实我也常常跟我的有些搭档讲 就是跟我们这种高度的人搭吧 你不容易得颈椎病 对 脖子特别好 好 我们非常期待 这只是第一个问题 那现在来各位把这个可以再贴回来 我们第二个元宝大人的爆料在这边 好 谢谢你 哇 这个爆料我觉得小天你就不用走了 一定是你 什么 今天的甜点是主人的巧克力腹肌 这个爆料一定是你啦 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那我可以要求吗 要求什么 就 如果你要有这个的话 那我 我要点名 你可以点名啊 你要点谁 你们死定了 你们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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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今天的甜点是主人的巧克力腹肌 来来来来 来来 好好好 好好 来来来 高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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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老大 谁是老大 走走走走 他们三个人真的是 真的 是怎样 不不不 小天你是要怎样 我要爆料 他们三个每天住在一起 这三个人 怎么了 是 没没没 我们真没住在一起 我们只是偶尔睡一下 没关系 不 等一下 我们说今天的甜点是主人的巧克力腹肌 小 我本来猜元宝的主人是你嘛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要拉上他们两个人 要就一起 对 因为高汉宇 这两个人跟我关系非常紧密 除了扶摇之外 这是我的五周医生好朋友 然后每天健身把自己练到兔的那个人 哦 OK 然后呢 这个是我的那个 我们戏里 他是我的 我的影位江峰 但是戏外 基本上是我的健身教练 他是你的健身教练 对 哇 厉害厉害厉害 反正这三个人每天都在一起 收工了每天在一起 你讲第二次了 那句话怎么说来的 三个男人 一起健身吗 哈哈哈哈 三个傻瓜是吧 那可是 可是我们的规定是要 要有一个合影 那你们三个人一起合吗 要的话三个人一起啊 三个人一起合影 对啊 不是这是这样的 不然就不要 如果三个人一起合影的话呢 那就是撩起来拍三块腹肌 如果不是三个人一起合 是一个人的话呢 就是拍一张脸 那拍一张脸 哈哈哈哈 拍三块腹肌 杨敏说什么什么 真的假的 要看三块腹肌 賴翼可以我可以 賴翼可以啊 賴翼可以吗 老板说可以 必须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 这个是关于您的老板 就我觉得 你平时那么努力 对啊 真的 那你想不想看 賴翼撩腹肌 什么 想不想看 高韩预撩腹肌 那就你们两个了 想不想看 软晶天撩腹肌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了 快了 发一下福利了 这个厉害 人家大师兄前任想露 我都不让他露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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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哥 天哥 强势为观 哇 哇 让杨幂来聊好不好 杨幂他有一个要求 让你来 让你来聊 我来聊啊 对 来往前一点 我要干嘛 他说让你 让你来聊 撩衣服 我也没懂到底是撩什么 中间这个最好撩 哇 哇 哇 谢谢 好 谢谢 漂亮 哇 真的真的很厉害 赖毅真的很厉害 赖毅 好 谢谢 你怎么不聊 好 那 呃 我们 我们 又到了 关于 腹肌要来 拿一下 评论的 这个时间了 各位有什么 要特别 要拿一下的 有没有 有没有人 要拿木凳口呆的 没有 其实就是证明 大家常常看到 他们的腹肌 已经 已经没有什么 可以木凳口呆的 都是这个表情 你每个都是这个表情 应该每个人都是这个 每个都是这个表情 对不对 好 那我当然也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两位老戏股 啊 一军老师跟静松老师 呃 看到年轻演员 那么努力啊 我不知道 这个两位 应该年轻的时候 当然现在也很年轻啊 对不起 就是 我说你们 你们应该也是经常 有锻炼的 现在这个 下了这个戏之后 你们还有锻炼吗 也那个偶尔有 呃 但是我 我觉得这个戏 其实在拍摄的时候 挺艰苦的 因为我们赶上了 能电最热的 那个 那个夏天最热的时候 对没错 而且连续的拍摄 它古装戏 跟别的戏不一样 它要沾 沾胶水 是 所以我相信每一个 演员都非常 非常辛苦 在这个戏里边 然后 如果有空闲的时候 大家 我们组就是 他们都会去锻炼 像我碰见 韦光和亚兰珠 他们俩经常在 横店的一个羽毛球馆 打羽毛球 等一下 你看到谁跟谁 在一起打羽毛球 我们组的 我看到我们组的 那个韦光 还有亚兰珠 是不是还有赖意 赖意偶尔去 一回两回 哇塞 高韦光 韦光你经常打 对 然后我们打羽毛球 然后有时候能碰的 刘老师打了 然后您跟王老师 我要来解释一下 你要解释什么 刘老师因为 他那个戏比较集中 他有时候来的 羽毛球的时间比较少 其实我们 谢谢大家 就是一起去打羽毛球了 没有 还有 我们是有一个小的团队 好了好了 可以 这个你跟亚兰珠一场 一起打羽毛球 知道 只不过在座的 只有我们三个人 去打羽毛球了 明白明白明白 其实为了让这个戏 能够好看的话 不仅仅对于演员来讲是演技上的考验 还有更多的是体力上的储备和体力上的付出 那我们最后一个来看一下 我们最后一个就直接指认吧 好吧 我们也不用拿这些东西了 我们直接指认 你们认为 谁应该到这儿来合影 震惊 这竟是扶摇最大boss组 来 请指认 谁是最大boss组 不要客气 来 各位请指认 有指刘亦军老师 有指王静松老师 因为这个是 他这个上面写了个组 而不是最大boss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个组合 来 刘老师 王老师 两位 你是不是也要去一下 对 我们俩不客气 那两位老师也要撩一下腹肌 我们俩这是第二次合作了 大家曾经在狼牙榜里面看到过 两位的古装的扮相 前一阶段 这次不一样 这次官都变大了 这次都升官了 对 又升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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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野心也更大了 好 那可是这个 好 来 谢谢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可以了啊 好 要这边 要往这边看 各位老师 好了 好 非常的谢谢 是扶摇最大的这个boss组 那当然 一般 一般现在 大家都习惯于猜一个距离的大boss是谁 最大boss是谁 我们这个里面也不能够算完全的剧透 只是要请两位老师说一下 这两位 这两个人物 如果你们用形容词来形容一下这两个人物的话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两位可以形容一下 华老师 我觉得 我觉得 演到今天为止 我突然觉得我演的这个奇正是一个悲喜交加的人物 悲在何处呢 就是他 其实他做了很多事 最后 有一个结果 那个结果对他来说可能不是很好 当然我不能剧透啊 就说个大概其 喜呢是可能观众在旁观者在看它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它给观众带来一种非常出人意料的可能有一点点的喜感吧 有喜感 是不是 可能会有 我不知道 这是我揣测的 我觉得应该是会有 因为喜剧的构成有的时候你越认真做一个不可能的事情的时候 观众可能会觉得你挺可笑的 这样子的 明白 所以是一个尝试 好 谢谢 金松老师 我最近一直在向年轻的朋友 年轻的伙伴们学习一些新的单词网络用语 我在里边找了一个叫心机表 您觉得您演的是一个心机 心机很重 好 那种睡不着吃不下的那种心机很重的人 好的 非常期待看到几位的精彩的表演 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 我们要把先锋留在台上 其他的几位可以先台下就坐 好吗 两位先锋请在台上留步 谢谢